但是我觉得 萨鼎鼎的加入 破坏了这种完整 我看到了僵硬 娇柔造作 它失掉了很多生动的内容 它是不真实的 它是一个 它想象出来 它自己以为出来的一个萨鼎鼎 如果说以歌手的维度来评论的话 我觉得差太远 而且你的声音动态 从一开始一直到最后 都听不太出来 你声音有太大的层次动态 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为什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呢 唱歌一定要有层次动态吗 那我是一个听众啊 对于我来说 如果说我听一首歌 从头到尾没有声音的层次动态的话 我觉得像 小学生在背课文 而且还是心不甘情不愿的那种 所以说对于你来说嘛 对 尽限于你 第三位张晓涵 我觉得改编这首歌是非常喜欢的 非常失败的 我会感觉我现在在上海滩跳着舞女的舞 听着舞女的歌这样的感觉 我像头 都望呀 望一望它 假装心 伤心像一瓶罐 只能头 都看呀 看一看 她 就好像 要留了一幅画 只怕给她知道叫我杀 我的眼光只好回避她 虽然也想和她说一句话 很爱她 披生朋友跟她 第四位 公里纳 我怎么觉得有点走掉啊 啊 我发誓我不是来这儿胡说啊 要么就是一调了吗 还是你都不懂过去怎么可能跑掉 哈哈哈哈 多少次颠颠撞撞才学会坚强 多少次在迷茫之中寻找梦想 多少次颠倒之后再站起来面对 再勇敢去闯啊 多少次颠颠撞撞才学会坚强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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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